你现在的努力的成果 在这个行业内 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是荣誉吗 做了一些 我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你说 比如说2017年 就是我用翻糖 做了我们杭州的西湖实景 然后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把它发到了网络上 就受到了很多媒体 还有很多网友的关注 大家都觉得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 通过我的作品 对杭州有了不一样的印象 对这座城市的文化 有很大的热情 在2018年的时候 我受到邀请 在纽约的中央车站 做了一场杭州式的 海外城市形象宣传展 和我们著名的音乐家 朗朗同台 为杭州做了一个 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在这场展上 来了很多的国际友人 他们看到我的作品 Oh amazing 这是蛋糕吗 真的是蛋糕吗 然后当他们知道 这个蛋糕是我做的 他们都觉得 中国人太厉害了 我要拜底为师 我要学习一下 怎么做成功 人家收人是有条件的 一百斤以上都不要 我们还是以每一个作品 你的制作 来向大家展示一下 好不好 就先说这个 哎呀 这个被舔过的 在李白的时代 在李白的时代 我会不会再次提供 我会说这个 我会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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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想知道 我们会想知道 我们可以找您的 我们会想知道 爺爺也是一个古诗词的达人 咱这也有一个 对 吴胜对师 来来来 有请吴胜副诗一首 刚才人家姑娘刚上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嘚瑟 来 吴胜 来 吴胜 吴胜 你这样 此行此景 这个作者和作品都在这儿 让你联想起什么 来 副诗一首 苏兄藏卵玉 南乡应血夫 不亦回眸孝 妩媚月花妖 可以 吴胜今天行 你上面两句大致的意思 我们了解了 下面两句请把陈不衡刚才舔了那个作品带定 苏兄藏卵玉 南乡应血夫 随家登徒子 轻薄 陈柔人 轻薄的话 轻薄叫加点 有不衡 轻薄 算了算了算了 还行 还可以 他这个 还行 谢谢 来 请坐 我们请这个作者点评一下他的诗 你觉得这个人是有真才诗学呢 还是只是很肤浅的一些爱好呢 他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好 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这是我最高的评价 还有一张好看的皮囊 那个整场里面 只有你能看到 他有趣的灵魂 我们全都看不到 看不到灵魂